我们的祖先都是以茶为神 依次做形化家起户 都是靠这个茶叶的 茶者南方之家木叶 数百种茶树分布在秦岭淮河以南 青藏高原以东的江南 江北 西南和华南四大茶区 经过长期时间 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 根据当地风土 运用不同的记忆 发展出绿茶 黄茶 黑茶 白茶 乌龙茶 红茶 六大茶类 即花茶等再加工茶 两千多种茶品 中国各地民众对茶品有不同的需求 如江浙一带洗绿茶 闽台地区好乌龙茶 在西藏 青海 新疆 内蒙古等地 人们习惯用黑茶 制作苏油茶 奶茶等 水 撤 水 白茶 海 水